对于饶庆林在最后一天的县政总质询当中提到的11项未来计划 他表示有些错误的政策已经发生 从先前的火车站转移施策 以及台东大学校地迁移无法提供生活机能等等 都让他感受到市政上真的需要多方留意 错误的政策真的比贪污还可怕 台东新站移到了那个地方预计要发展 结果很多人那时候一窝蜂在那边买房子 我相信这边很多好朋友您的朋友 也以为那边要发展买了房子 十年前买了以后到现在呢 台东旧站没落了 台东新站没发达 那么资本校区又把他从这么热闹的市区 一百又把他拉到哪里 那么远的资本 还因为这样开了一个康乐站 对于县长黄建廷长多的县府团队有信心 而当中的11项计划大多以重大建设 和观光策略有关 而县长回复时先是不忘调侃一下 说这是他的选举政见的话一定相当不错 县长的笑声也化解了先前直询火药卫的气氛 多人在乎的我们的午餐计划 那最后当然达到一个老有所忠又有所养的幸福台东 那么县长不晓得对这样的一个提议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议长的选举证券 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实际上有很多都是我们 过去就在努力 而且现在也正在推动 像深层海水啦 像资本温泉张作然议员关心的这个 富康港也是 而花莲县长富庚旗恶霸抢钱的世界 那个花莲县政府富庚旗真的是太恶劣了 我必须说他也蛮恶劣的 搞了将近这样啊 我们跟深知报商业都有花莲的 大概这么多啦 他搞了一个什么 搞了一个他花东发展条例的整个一个大的规划案 他说花东发展条例要按人头来均分 也就是这十年四百亿要按人头来均分 我们怎么能同意他这种说法 如果你今天要来硬的 你要跟我人头均分的话 将来县长将来我到中央的话 我就要求花东发展条例怎么样 一分为二 叫做花莲发展条例跟台东发展条例 一人一半你说怎么样 如何把预算拿到台东来 而钱又该怎么用呢 这财势民众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要求县长 我们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跟花莲县政府来打拼 东台新闻张玉成台中县议会报道 我们要求联系这种说法 我们要求联系好 我们要求联系好